在新加坡的英国俱乐部 参加英国国王嘉敏庆祝活动 昨天去新加坡的英国俱乐部 参加了查尔斯国王嘉敏仪式的庆祝活动 当时活动的着装要求写了 黄石着装 我给小娃娃也精心打扮了一下 同样也给她戴上了非常好看的礼帽 和穿了一条非常隆重的裙子 好了也挑选了这个礼帽戴上 全家隆重出现 今天基本人满为患者 这个英国俱乐部是在1987年的时候 英国皇室的公主 亲自来到新加坡奠基开始的 是今已经有30多年的时间了 我跟小娃娃在里面玩得非常开心 我今天的这个衣服也不知道算不算皇室 总而言之就是胡乱搭配的 自己觉得好看就行了 当天到这里的英国人 我看他们很多人带了小皇冠 也有一些人带了礼帽 工作人员穿的也很正式 正式的活动是在叫伊丽莎白宴会厅举行 里面人山海坐了很多人 当天吃的东西也主要以英国的这些食物为主 我自己觉得就还好了 英式的食物真的没什么特别好吃的 我其实注意这种活动 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 可以拍照可以拍照可以拍照 其实他们整天还有一个活动 就是把英女皇生前 还有查尔斯王子和戴娜王妃私人的厨师 请来给大家做午餐顺便讲解 但是因为我第二天有事情 就没办法参加了 希望下次可以参加 总而言之 虽然我对嘉敏活动和英国皇室都无感 但是有机会穿得很漂亮 跟家人拍拍照 我还是非常开心的 当天晚上的气氛也很好 新加坡的英国俱乐部 我认为是一个性价比非常高的私人俱乐部 在新加坡的小伙伴们可以考虑参加一下 我是惠元 在那里偶遇咯